大家好,我是我的師兄,暗黑覺醒 我想要先把儲值講完 那我們再繼續來教職業 好,那我們今天先把這一關尻一尻,然後我們今天要講儲值方法與幣值 這邊可以看一下郵件獎 OK 我們先把這隻帶走 他是學洛基亞 來出發與幣值齁 也就是鎖釋除獎勵 還有需要的對方教學 那鎖釋的話呢,就是羽羽這一個絕版的寵物 非常的溜 可以先不要幫我解主線嗎? 那鎖釋呢,就是羽羽魔女安妮喔 哇,真的很棒啊 這邊還有他的一個專屬神兵 所以他的鎖釋除獎勵就是這一個喔 哇,真的是非常猛喔 然後還有給你這個喔 神兵的啟動卡喔 或許之後可以變開神器系統 直接給你神兵系統 然後還有這個小魔女寵物 這應該是寵物啊齁 真的是超棒的 需要的對換教學 我們要怎麼對換需要呢 這裡喔,對對對,這個記得調一下旋律 然後這邊可以虛保需要的兌換 齁 所以我們點設定這邊 設定這邊呢,就可以進行需要禮包的兌換了 然後 然後 我得到坐騎了喔 這邊可以坐騎系統 你看這次就是我們的坐騎啊 那我們就可以進行坐騎的訓練了 4次嘛 4次嘛 這邊有洛基帶走 所以我覺得我練的 我現在練的這個職業還蠻帥的 我變貓咪喔 我變貓咪啦 這麼有聚寶盆 我這麼有累積儲值喔 那今天重點呢 先講手足啊 這邊可以技能升級 好,那我們這邊可以繼續練下去 喔,真的非常好練喔 最耐穩的手機遊戲就是這個了 好,你看你就可以繼續練下去 喔,真的很輕鬆喔 好啦,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個喜歡,以及訂閱,掰掰 那今天跟大家講手足的部分 哇,你看我們已經37等喔 越練越爽 超爽子